有媒体报道讲 王卫烈他爸那是东江纵队的出身 长期都在广州市政府工作 他母亲也是公职人员 我估计你就听他这名 王卫烈 宝威烈宁 这没准也是当年历史时代的痕迹 王卫烈本人也是根正苗红 他也长期在广州市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工作 还是个处级的调研员 所谓处级干部 那么他的妻子就是被他杀了的杨文娟 是个什么人呢 是个大学里的老师 教这个世界历史的 就是个讲师 到死之前连个副教授也没有凭上 但是这两口子性格就是个相反 杨文娟在同事们的眼里 那就是说这是一个热力四射 活泼又开朗 你看有一个细节反映文娟老师的性格 他跟学生们约定 谁上课迟到怎么罚 罚唱歌 去年9月19号 他最后一堂世界历史的课 谁迟到了 老师迟到了 文娟老师迟到 他认罚 当场就给全班同学唱了一曲 电影混沌蓝桥里边的主题曲 友谊地久天长 当时同学们很开心 后来有学生把这段视频放在了网上 杨文娟一死 我们怎么见到她的音容笑貌 只能是在现在来听一段 文娟老师最后的绝唱 准备 於是對於最好的女朋友 與其他母親身上 與其他母親身重音 與其他母親身上 與其他的母親身上 與其他母親身上 这文娟不是混沌蓝桥 它是混沌蓝杆了 刚才看到妻子的性格 这个妻子性格的反义词 就是丈夫的性格 王威烈的性格 就是性情内向 不言不语 甚至跟他同住的十几年的邻居 都感觉就像不认识这人一样 没有什么印象 说的平常 极少跟人打招呼 走路也总是低着一个头 感觉整天都是蔫蔫的那么一个样 不言不语 上班同事讲 也就是来了就埋头工作 跟别人不搭话 这么一人 这个王卫烈 跟警方 这么讲 他说呀 我们夫妻俩本来关系不错 但是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啊 我这太太杨文娟呢 她要读博士 所以一边教书当老师 一边读博士 这个工作 读书两不误吧 两误了 这个搞的压力非常大 非常大之后呢 产生情绪问题 产生情绪问题呢 还不要紧 可是说呢 他开始啊 老说一些个厌世的话 悲观厌世的话 这个王卫烈觉得受不了 倒不是说受不了 你讲这个话 而说受不了 你白天讲讲好了 你为什么老是选在半夜的时候讲 你半夜的时候讲也罢了 为什么老要把我叫醒了 讲 要说给我听 他说他受不了 他说这个每天半夜 老婆把你叫起来 悠悠的跟你讲 讲这是个厌世的这个话 他讲的是广州话了 我叮孙了 我叮孙 我三腿叮孙了 他觉得 他要听这个老婆 这个悲观厌世的话 他这个身体啊 承受不住 太好元气 所以呢 他就跟警察这么样的诉苦 那么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了 说有一天 凌晨的两点钟 王卫烈睡得正想 这之后 这个文娟呢 又把他推行 哎呀 又要讲这些 他顶孙 这个这些厌世的这个话 哎呀 然后他提出了这个 强烈的抗议 说这个不行 顶孙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 王文娟发飙了 你也挺凶的 王文娟说 你不是个男人 一把就把他推下床 拿那王威烈 奋起反击啊 他说他怎么反击啊 从床顶上蹦起来 给了温娟 一嘴巴 这下子 这温娟 当天夜里 就提出要离婚 家暴 这是家暴 要离婚 哎 说你一点都不关心我 要离婚 但是呢 当时说有个问题 这个王威烈的母亲啊 年老体衰肩重病 所以两口子就是相约啊 咱们的秘密 离婚 哎 实际上呢 还在一块 就有这么一个 一个协议 当然 这段故事 你今天 唯一活着的 就是王文烈 也就只能听他这么一说 据报道 王家在广州 至少有三套房子 存款过百万元 离婚协议上 杨文娟得到一套 王卫烈名下的房产 但是另一条要求 是杨文娟将来不能再婚 这王卫烈 你别看他名 王卫烈宁 他实际上是特别小气 计较的一个人 为什么 你知道他在家里的这个角色 管全家的财权 都归他管 钱都归他管 连他老婆 杨文娟的工资 都交给他 他都管 这也像别的家庭 跟别的家庭 像正相反 都他管 而且到什么样一个程度 你想 他出了这么大的这个事 他在广州 现在已经没有至亲了 那他从耗子里头 给这个杨文娟的姐妹 写信 他跟这个文娟呢 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可他这个信里 竟然都不提他们这个十岁的儿子 就是提什么呢 叮嘱这个文娟的姐妹啊 说记者帮我们收啊 对面那套房子的房租 就他们家对面那套房子 这个父母不是走了以后吧 那他们就租给别人 他在里头还惦记着收这房租 都不提自己的十岁儿子 而且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 耸人听闻的 未经证实的 好像总是耸人听闻的 这么一个传闻 说呀 这个王文娟 对不起啊 老说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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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卫烈 杨文娟 一说就说成王文娟 王文娟啊 是戏剧名家 像他这个说 sorry啊 咱还是甭说人家的戏 说王卫烈这家的戏 说这个王卫烈 跟他妈的感情 还比不上 儿媳妇杨文娟 跟婆婆的感情 就说这儿媳跟婆婆呀 都好过他们母子关系 这个王卫烈的娘啊 中风在医院躺了一年多 主要都是这儿媳妇杨文娟在照顾 后来这婆婆走了 走了呢 这个杨文娟还想着啊 说这个婆婆啊 生前是比较喜欢青山绿水 她就花三千多块钱啊 买了一个桃木的骨灰盒 想着把婆婆葬在这个 风景秀丽的白云山脚下 可是 他们家管前这主王卫烈 听说之后 觉得这个骨灰盒太贵了 太贵了 你猜他怎么着 说他把这个骨灰盒里 他妈的这个骨灰啊 倒在墓穴里头 资格把这个骨灰盒 这个桃木的骨灰盒 抱回了家 抱回家干什么 他说 以备将来再用 这事倘若属实啊 我已然可断定 这人心里有病啊 据王卫烈说 他们在离婚之后的三个月 联合好 那是一直没有去办 复婚手续 并一直投入 离婚协议上 话归女方的这套房子 可房本上啊 还是王卫烈的名字 所以出事前几个月啊 这个文娟就想着要把这个房子给卖掉 再去买一套新的 而且要没出这事 他就打算国庆假期之后啊 就去办这个手续 但是这个事如果办了之后啊 这套房子可就彻底跟王卫烈没什么关系了 那是不是这事让王卫烈不舒服 文娟的朋友们会这么琢磨 后来杨文娟死了 她的朋友们回想这个情况啊 越琢磨越觉着 王卫烈是有预谋 甭管预不预谋 反正是这个2010年啊 9月23号 这一天傍晚的6点来中 这对冤家 这对已经离了婚的夫妻 登上了澳门时德号邮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